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正确市场到财富创造 他似乎无所不知 无所不谈 可就在金融行业如火如荼引领世界经济发展之时 他却又独树一帜 转身专心投入到经济学研究 教授做学文 而不是说跑到有铜钱臭味的华尔街去工作 中国社会那么多的财富 都想要走出去 要投资到美国 投资到其他的各个国家 那么为了发展好市场经济 你就必须要有很多的企业家 和经商的方方面面的个人 然后要靠什么东西来驱动这些不同的企业家 和商界业界的个人 最明显的基地就是财富 个人财富的增长 很多的人想要找我 去跟他们一起去创业 我过去几年一直在思考 做成了什么事 会让我觉得我这一辈子是过得非常好 非常成功的 当然现在已经不思考了 结论是很明显的 我那么多的朋友是一挽富翁 如果我要去通过赚更多的钱 来判断度量我的成功 这一生成功和失败的话 我永远也比不上我这些朋友 在这一方面 我绝对是要输给他们 我更想要把更多的精力 全力以赴去推动 我喜欢的量化历史研究 然后用那些金融和经济学的那些视角 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 来研究中国的历史 社会的变迁 还有很多其他的国家的社会变迁的那些话题 我记得您那个时候 201112年就前瞻性的指出 人民币有贬值的可能 按照汇率来看的话 人民币给美元比变化不是那么大 或者变化有一些 但是远远比我们在现实生活中 在美国和中国之间感受到的 人民币购买力的下降的幅度 也显然是要少很多 所以这也是告诉我们 接着下来人民币贬值的空间 压力也会非常大的 这个时候在投资安排上面 更多的是中国的企业和个人家庭 要把钱投出去 从金融学到社会学 著作等身的陈志武 在反思中前行 从经济学的视角 去研究分析中国社会和儒家的思想 从01年以后 我的研究就从追求深度 就慢慢地转型到追求广度 我开始也像很多的 在国内的学者一样的 想影响政策 想影响决策的人 但是我后来很快地发现 这个路径不是我想要走的 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既然你喜欢做你的学问 你对你挖掘这些知识 你感到很自豪 很有兴趣的话 那么你不要变成为 你把你的这些想法 这些研究成果 要说服 要求着一些官员 一些决策层的人 要让他们用你的思想 用你的建议 用你的研究成果 做研究 你不要去那么优俗 更重要的影响 是对于整个社会的 长久可持续的影响 陈教授刚才也讲到 这个中国人 现在有很多的财富 要到海外购置 然后要怎么样 财富进行安排 进行合理的投资 但是我也知道 您写了一本书 叫中国人勤奋 为什么不富有 您的理论基础 这个理论判断 这个是基于哪些方面 中国的收入分配 财富分配结构 是严重的激行 中国这些年 经济增长非常突出 也让一部分人 变得非常的富有 但是到最后的话 还是让社会的 大多数人没办法 从经济增长过程中间 得到他们应该有的那一份 您觉得这个是 现在的一个特殊时期的 特殊现象呢 还是这个是中国的文化 传统遗留下来的问题 这些原因都有 因为体制肯定是 唱主角的 中国社会就是关系社会 谁最有关系 已经是富贵的人 权贵的人 精英阶层的人 也跟中国人历来 以为自豪的 儒家文化的方方面面 也有很大的关系 儒家文化在2000多年出现 是有它的道理的 尤其是年以前的中国社会 可能总体上的 货币化的程度很低的 就使得中国社会 原来不太可能 在金融市场 在货币化这些方面 做得太多 儒家之所以通过三纲五常 把整个中国社会的每一个人 都给它固定在一个位置上面 它就是以这种 规范固化 每一个人在社会中的 所处的位置 以这个方式 对中国社会的资源 怎么样配置 首先起了一个决定性的作用 您觉得如果要改变 现在这样一些 那么多的问题的话 应该从哪里着手 体制改革加市场经济 如果你喜欢 看到的一个社会 是充满了公平 公正和平等的一个社会的话 那么那个社会应该是 这个高度货币化的社会 由陈志武看来 在儒家思想统治中国的时代 家庭婚姻也是一场经济抗抗 在原来物质生产能力很低 市场非常欠发达 尤其是金融市场 根本上都没有的中国社会 婚姻更多的是一个经济交易 但是现在的话 我们中国人很心愿 金融市场越来越发达了 收入和财富也越来越多了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 通过金融市场 把生老病残方方便便的需要 都用这些金融产品 去安排好 然后这样一来的话 让自己的家庭 婚姻还有其他的那些人际关系 友情关系 更多的能够定位在感情上面 从湖南到美国康列提格州 从农民出身到耶鲁大学正教授 陈志武一路走来 从不仁云亦云随波逐流 而是一直追随门性 像我这样的人的话 可能蛮在乎的一点 就是自己接受自己 因为对我来说 陈志武就是从农村出生长大的 回个头来看的话 可能计划经济时期 文革时期 整个中国社会 各个阶层都被打破了 接触到的知识 接触到这些人 基本上差的不是那么大 当然到现在的话 就不一样了 城市和农村之间 那个鸿沟 今天是非常非常大的 有一个统计数据 说一个人一生当中 基本上可能要换职业 换行业有大概有七次左右 我看到您就是一直在说 我一直是待在学校里的 但是并不代表 就是说您没有做过 行业的转型或者是转行 因为从您的经历来看 还是换了很多的研究方向 研究兴趣 所以能不能跟我们说说 就是这个每次的您的转行 转型 您的背后的动力是什么 为什么要这样做 然后结果是怎么样 我觉得一个人一生 应该去多体验 就这方面呢 就是可能跟我自己 一直的主张也很有关系的 因为我从小在农村出生 长大 父母对外面的世界什么样 什么都不知道 因为我知道现在中国的父母 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 都要你去读一个博士 你去问他们为什么要 非得我要去读博士了 他们也说 反正大家都让自己的子女去读博士 所以你也要去读 而不是去先问你 或者你自己到底是对于工作感兴趣了 还是去读书感兴趣了 所以在我的成长的过程中间 我父母给我百分之百的自由 就完全自己去尝 自己去摸索 尤其是我这么多年的经历下来 让我感觉到人的一生的幸福 和满足和不满足 不是有这个结果来决定的 而是有这个追求你的兴趣 追求你的目标的过程来决定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